历史哥那昨天我看到连亮哥都怒了 他认为到现在目前这个阶段为止 已经不只是管碧林要下台 陈建仁也该下台 因为你显然什么事情都一个隐匿也好 或者其实我觉得管碧林这几天的脸书发展 才比较像蛇行在躲 在躲避真相嘛 或者你至少让我们看到影片 所以不光只是亮哥 我也想问一下历史哥你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听到不同的说法 我昨天跟黄明在晚上在聊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也说他认为赖清德还是会出手保管碧林的 那管碧林的官位保不保得住 甚至这有办法去究责到陈建仁吗 我看恐怕很难吧 我看陈建仁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陈建仁就是看守内阁 而且他本来就是老实不想干了 他想要回中文院去领一个月49万 大家不要忘记了 所以作为一个看守内阁要无限上纲 也不是无限上纲 要上纲上线到行政最早长官 我看这个逻辑是不太容易成功的 而且民进党不是这样 那回过头来我要呼应一下 刚才静平哥所讲的 这是假的嘛 你看这个背景 这背景是赖吗 笑死人了 这TG好不好 Telegram好不好 大家自己赶快电脑版Telegram 预设的背景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根本在台湾就没人在传 那上面的独家爆料还是简体字 什么意思 那很可能是对岸的自媒体传出来 有人说在微博上有看到这样图 是嘛 对岸的自媒体狗屁倒灶的东西一大堆嘛 就是各种小到消息什么的 所以这个东西搞不好就人家做出来 想要就吸引博这个眼球目光了 而且你看他那个管妈那个缩写叫KBL 管碧琳 那个是台湾长涵用的一种缩写方式嘛 管碧琳的正式的拼写方式这样 他会写KBL 台湾人也很少会把自己的名字 用所谓的这个中文缩写的 就是把它转成英文字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管碧琳不要脸啊 真的是不要脸 本来不是很想生气的啊 想说我们就心明气的讲 不过刚才这汉廷一讲 听一听我就 这火箭会抓起来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不管不灵嘛 不管不灵你就算了对不对 你越管呢 越像灵异事件越闹越夸张 那你到底想干嘛 所以这就回归到前面嘛 假设如果你是想你要 因为这个事情抗中保台 让赖清德更加对你亲眼有加 然后你甚至在新内阁里面有一席之地 因为他看来是不会回血力尾的 那更可恶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有三个等级啊 第一个等级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什么欢喜寿 甘愿寿 那请问一个问题 你上了一年一年以上了 密录器在哪里 一个密录器都补不起 结果后来说第二预备金 就可以补不起的事情 这个一两三千万的钱 是对个人很多 但对公安机关很多吗 一个出发部随便花花200亿 光他的出胎经费 就比你这个密录器还要多了 所以我就问嘛 你竟然都可以动用第二预备金 快速采购 而且密录器有没有台湾制的 陈玉珍说 因为之前买的中国制不能用 好啊不要用就不要用嘛 那用台湾制的那为什么不买呢 说整个金门只有个位数 笑死人了嘛 全台湾海巡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地方在哪里 那不就金门马祖吗 结果 你们在那边爱海巡 你们真的是越看越恶心 这不骂他一个两下 我觉得大家心里也过不去啊 第二点喔 真正召喚台湾主权是谁 真正召喚中华民国主权是谁 民进党嘛 在这件事情上 我就问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的执法船间 每天在我们惊吓海域 请问你民进党干嘛 哎 新闻不敢报 绿美平常干干叫的时候人也不见了 更好笑今年开始 你没有发现我们所谓共击老台的新闻突然都不见了 因为最爱报共击老台叫自由时报 结果我们的国防部竟然把航基土给抹掉 所以现在不公布航基土了 主权主权 如果有主权就是青春你这样啦 青春什么 青春扁手啦 青春扁手啦 有用的时候开始抽一下 不然平常的时候嫌他操车啦 不想进去啦 把他当扁手再用 那这主权根本就是你一块遮羞布 我看来不是喔 我看就是你尿布而已啊 可悲嘛 就是说今天召喚主权 你践踏主权是谁 就是你民进党 到现在我跟大家讲 陆维会还还一个 还玩一个这个什么 这个小手段 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 两岸有三个层级啊 最高层级政府层级 是以陆维会对接对岸的什么 对接对岸的国台办 第二个层级叫做 半官半民啊 这个什么叫海基对接海协 第三个层级是民间单位 以这次救难的事情来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红石智会 红石智会跟我们对接的是 因为这艘船是进疆的 所以呢是福建全州 福建省下辖地级市 全州市的下辖浸江市 听清楚哦 因为对岸是三级机构 他是低层次的 当然他们也有乡镇 那个是最小的 就像我们的乡镇是一样 再上来就是县级单位 县级单位他们再上去 是区级单位 区级单位 这个就是地级单位 地级单位再上去是省级单位 他们搞得很清楚 也就是浸江红石智会 对接你金门红石智会 结果你知道陆维会躲不要脸吗 陆维会进来派员去 当时都谈好 陆维会派员去跟 近江红石智会说 我想接管这件事情 笑死人了 你是不是在建大主权 你陆维会如果要对接 只有一个单位可以给你对接 就是国台办 要不然就是海基会配海协会 结果海基会海协会 直接不理你嘛 直接断线嘛 那所以谁在建大主权 不就是你民进党建大主权吗 你民进党建大主权 结果后来因为这件事碰壁了 对岸的红石智会 很客气 人家还是很客气 说不行不行 如果是你这个层级 我们不能对 因为我不是民间单位 我的对口就是金门红石智会 所以后来陆维会碰壁无门 不敢再讲下去 那这事情还敢掩盖消息 你看这个消息 最几天都没浮上来 但是有出一则小的新闻 然后你有看到 轮播一下就不见了 民进党现在就是会玩这样嘛 踢到铁板了嘛 这第一点 再第二个 人血馒头 回到我刚才讲的 死了两个人 你管碧琳 有没有帮人家当人看 以前批判马英九说什么 说马英九去看原住民说 我把你当人看 骂得狗血喷头 薛香川说 拜托父亲节 马上滚蛋下台 为什么 因为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现在大陆的渔民死亡 难道人家不是人吗 大陆人是畜生吗 这是什么心态 死了两个人 两个人死了 那就应该要谨慎处置嘛 不是这个样子吗 两个人死了 好像当作云淡风险 好像当作他的在展示他的官位在用的 那如果我倒过来想 如果今天死的是两个 台湾的海巡弟兄呢 我们不就去死了 那民进党开始押起来 所以在民进党面前 哪有什么自由民主价值 哪有什么进步价值 哪有什么人人生和平等 这种所谓的这个进步价值观 没有 他的人命只有看到 在他需要的时候是人命 他不需要的时候就是狗命 我讲的很难听 但这就是民进党的态度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他现在还要再给你加一个嘛 他说啊 你现在批判民进党 就在批判海巡 为什么管闭里 一直要把海巡加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不知道要让你骂他嘛 你现在攻击他 就像刚才有网友在那边留言说 哎呀 明明出事了 你不听海巡 你还听对岸渔民说话 谁不听海巡 海巡最需要的是真相 他们最需要什么 密錄器你不给嘛 船上的摄影机你没有啊 第一次还这么好晃啊 没办法錄 请问海巡弟兄都没有人拿手机吗 现场手机拿起来 要执法了他不会自保吗 手机有没有录 我就问嘛 四道失灵嘛 第一道 身上密力器竟然没有 第二道 船上的摄影机没配置 第三道 手持式说太话没有 第四道 随身的手机都没人录吗 奇怪 救援的时候马上就能录 全世界上 用骗的都还没有那么的下流 但这就是民进党现在在干的 因为他知道他们自己理亏 所以呢 他把这两个人血蛮 拿来作为自己天砖家瓦 拿来作为抗中保台的示范区 他已经定调了嘛 很简单嘛 要我官方道歉 门都没有 我就给你私底下道歉 叫做未问津 那要我还会道歉 门都没有 不会有官员下台 不会有海巡弟兄被乘处 定调就一个意外事件结案 真相搞不清楚结案 所以你看金门地检署现在调查 虽然有在调查 但他的整个积极性 或者他可以公布的部分 是不是很被动 只要他迫不得已 他背需得讲点话的时候 他能讲 因为毕竟地检署不能出来说谎 你看要怎么还原这个真相 因为这个还原真相 并不难嘛 船怎么插撞的 那个力道 那个力举 那是科学算得出来的嘛 当天海象多少 波浪多少 全部都有记录 温度湿度 所有东西都有记录 风向怎么吹都有记录 船怎么碰上去的 那个船凹陷多少 尻掉多少 两边的船都在我们这边 难道记录不了吗 那两位死亡的渔工 那两位死亡的渔民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第一时间直接溺斃 还是被船撞到的时候 头有撞击有伤害 到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些真正的细节 我们到现在完全不知道 他如果第一时间 是你大船碰小船 然后他这个船很小 他就是一台小快艇而已 他的人如果去碰撞到你的船 导致昏迷 所以船翻覆的时候 他没办法游上来 因为正常来讲 这个渔民的水性是最好的 因为像我爸爸 他是渔村出生的 哇他小时候 他不用穿舊身衣 穿着一条泳裤 啪啪啪可以游到 这个方 就是我们那港体的最前面 去去采那个蛋菜 你看有没有厉害 这就是渔民的孩子 可是呢 我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两个渔民 翻下去死在里面 有一个是直接盖下来死掉 为什么他第一时间 奇怪其他四个他会跑掉 他第一时间盖下 他瞒到没办法跳出来吗 能办法下面游出来吗 难道他不会游泳吗 不会游泳来做渔民也很神奇吧 所以这问题 就只要你只能透过什么 你只能透过厌尸的方式 你法医 结果第一时间要把人家火化 说你相夜没事情 还在那边推算 只要正常成绩就是相夜没事情 然后就可以火化 奇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国法执法 是不是执法过当 这都是还海巡弟兄清白最基本的嘛 为什么不赶快做相夜呢 法医报告一出来 是这个昏迷落水 还是落水直接溺死 还是撞击 有没有撞击 有没有骨折 有没有瘀伤 这些东西都查得出来的 为什么不还原 现在已经有一种风向在讲说 真相好难还原什么 狗屁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个行政 行事侦察就是非常发达的今天 很多东西 其实是可以透过科学的计算 透过我们这些证据去做还原现场 为什么就不要 因为人血馒头嘛 我现在就要吃这个人血馒头 我当然不能让真相浮出来啊 所以衍生到最后一点啊 他们现在就是民进党的内政 一塌糊涂了 为什么等一下会谈到这美丽岛的民调 为什么现在民进党 他的民调拉不起来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在野主要在野党 尤其国民党 最近这些问证表现 觉得还蛮满意的 可是我比较气的是 他好感度第一 反感度最后 民进党还是这样啊 因为现在刚选完嘛 转换期嘛 所以他有一个冷 他有一个甜蜜期 如果是甜蜜期 就还是42%的话 那你想想看他开始了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 本来应该要有个蜜月期嘛 结果现在也没有了嘛 就看到他处理这事情狗屁老 他就掩盖内政的失误 他现在就最想要就是说 透过抗中宝台转移交易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面是最好抗中宝台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作为国内 你质疑 你质疑他出于这件事情 他就跟你说你为什么要对中国下跪 还是你是中共同路人 对不对 这是第一手吧 第二手 如果你在那边质疑说 你为什么质疑海巡弟兄 诶 那我管辨你就是海巡弟兄的代言人 谁跟你管海巡弟兄的代言人 你连密度器 都买不出来的一个海委会主委 没叫你下海就很不错了 现在为什么大家有下台 因为最基本的你直接违法 你让海巡弟兄直接违法 2019年就订立的条例到现在 直接违法 一年买个一百多万 是要买什么东西 买没几句嘛 笑死人了嘛 那第三点呢 这个在赖清德上任之前 残势他一个什么 就是他强硬 不卑不亢的那个角度 所以为什么刚才前面我们讨论到 如果说是管毕林个人的层次 可能他想升迁 那如果是民进党整体的层次 那就是新政府的需要啊 现在就是这样嘛 而且很明显 蔡英文的态度就是 两手一摊的赖清德处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是赖清德出来讲话 不是蔡英文出来讲话 那赖清德已经定调了 他说啊 支持海巡弟兄执法 完蛋了 人血馒头就是给他吃下去 所以管毕林现在在那边舌啊 但其实说真的 非常理亏 光没有录影这件事情 报告各位学长 完全没有画面 要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红中秋世界 百万人上街头护中秋了 是不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反正我把这些都是消失掉 而且死的是大陆人 所以呢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政治的效率拉到最高 他们现在内部就是在估算这个 但是他们冷静派 就陈入我刚才说 他们的国安内裁里面就在讲 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重大恶性影响 也就是说未来 台湾的主权真正被阉割 所以我才会生气在这件事情上 嗯 漢廷昨天终于啊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最先的协商 有一点点的退让了 其实在昨天的协商过程当中 海巡署一度还是态度非常的强硬 他们规定只有死者的家属 可以来查看失事的船只 那另外呢 在闭门会议之后 才总算放软 说让红十字会的人员也可以跟着死者家属 一起重新来勘验一下失事的渔船 还有海巡这边的海巡艇都可以看 只是说这个协商的过程 金门的红十字会 昨天也只能到场见证旁听 只是一个见证人 然后呢实际可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照片 其实我觉得照片拍的角度真好 是我们忠实拍的 当家属还有红十字会的人在看 在进行拍摄或是拿出卷尺丈量 拍照录影的同时 我们的海巡署也在旁边 全面的一路都在录影 他们就很怕说政务会被破坏掉 那刚刚在讲的海巡署长人呢 周美武昨天终于现身了 不过我看大部分的报道都拍不到他 他躲避媒体 那可是也因为周美武的现身 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 沟通成功有谱了 或者是本次的政治究责 大概就到他为止而已 到目前为止 这是所谓的消息人士的话 大家听一听就好 也别忘记消息人士 所谓的海巡内部 一开始说人家都充满口音啊 结果事实发现也不是如此 那大家往往会被民进党所误导 说你看你到底要挺 还是你怎么可以骂民进党 这两者又不冲突 挺海巡署 但我们不挺他的说谎 我们不挺他的欺瞒 我们也不挺他的没有录影 我们挺什么 我们挺他正当的执法 所以呢像这边讲说 当人家在拍照的时候 那我们也在拍照 我们也在录影 这是一件很OK的事情 那本来就都是要录影 来做相关的存证 所以这更加证明了 你看在平地上 对方拍一下我们的船 拍一下造势的船 都可以录影 那为什么在一些案发的时候 没有录影呢 这不就更加证明了 录影存证的重要性吗 又是一巴掌打在民进党的脸上 那第二个 大家可能会模糊一个概念 就比如说今天 海峡中线对岸的这个共机 往往会过来附近 那么请问到底要骂老共 还是骂民进党呢 当然是两个都骂 对吧 骂老共何必如此呢 但更关键是骂民进党 怎么会让海峡中线没有 骂民进党没有本事驱离嘛 那么在这一件事情当中 那渔船已经付到他该有的代价 他都用性命付出代价了 请问还要骂他什么 那当然就是反过来骂民进党 怎么会导致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没有正当的处理 为什么没有办法危机解决 为什么还要让态势升高 为什么要隐瞒 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反过头来对台湾 进行认知作战 为什么要反过来攻击在野党 这当然是我们台湾内部 要监督的事情 渔船已经付出代价了 那接着当然就是来看 台湾的政府在处理的事情上 有何失当 所以前面管贝林 po出来的那一张对话记录 当然我们高度的怀疑 因为目前为止在台湾 新闻上从来没看过 台湾的PTT D卡甚至是TRIS 也从来没出现过那一张图 所以这就好像我们民进党的 所谓打假消息的中心 专门打一些没人看过的假消息 就我也不知道这假消息 到底是哪里跑出来的 那么当然了 就是他要澄清自己的一些讯息 理所当然 但这更加显示了 现在就是谈判的关键时间 难道管贝林不应该 及时的也展示 对对方受难家属的一些关怀 或者是慰问吗 同理心就好了吧 我只要同理心也可以啊 对表达一下同理心啊 你说轻描代写两句话 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 对此遗憾表达慰问 这脸书上发这两句话也可以啊 再来是你也应该在脸书上 实时的报告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 跟最新进度 对吧 怎么会是就强调自己的这个事情呢 所以你是把两岸看得比自己的事还要小 你个人利益大于了对方的生命 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名誉 大于了目前两岸的危机 那这样的人当然不太适合继续在此官职上 再来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们要停海巡啊 所以管碧林现在最重要的 并不是在脸书上来打假消息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停海巡 你就应该亲自现身啊 你要力挺海巡的方式是什么 就你要保护渔民啊 当大陆的海警船过来的时候 管碧林要直接的跟金门海巡的弟兄 一起出船 一起保护渔民 而不是高高在上说 如果人家来了 那我们就走啊 那走什么走 你不是要保护吗 你应该要跟着海巡的弟兄 一起出船 一起对抗大陆的海警 这才叫做停海巡啊 那没有的话 海巡的弟兄就会觉得 你就一个人对吧 你就在上面讲凤凉话 你就在冷气室 当然现在天气很冷 不需要吹冷气 不一定人 天气很冷照样吹冷气 对吧 你就高高在上 你就坐在办公室 在台北办公室 然后整天发点书 你怎么不到现场 来慰问我们的弟兄呢 对吧 那现在金门海巡 大家执法也会觉得很困惑啊 那你要来啊 你不陪我们冲到第一线 有来吗没有来啊 所以这都是我们认为说 管碧玲他失当的地方 那再来一个最关键的 你要证明这个图片是假的 很简单 请管碧玲啊 你公开一下 你相关的对话记录嘛 事无不可对人言 那管碧玲跟段一康 或者是你们民进党内部群组 总有讨论这一件事情的相关对话嘛 你把对话拿出来看说 我的态度 跟这个图片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就能证明图片是假的 对吧 比如说你在你的对话 你新公布出来的对话是说 我们一定要善待家属 我们一定要查明真相 对吧 这个真的是没有录影 那你就可以跟这个对话 来做一个验证啊 所以如果你要厘清真相的方式 就是段一康以及管碧玲 你们自己把目前内部的对话记录公租于众 我刚刚在上个小时最后破口跟大家讲 历史哥要插播一个最新的资讯 这个资讯也让我们觉得 完了我们再不好好的善意沟通的话 现在该怎么发展呢 对我真的很担心会BBQ 导播帮我带一下 这个是刚刚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 是什么呢 是中国呢 现在中国余政 应该是中国海警 那大家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 这有标出来 这四艘哦 这个1234 这四艘我们刚才都去查 都去验证过了 都是中国海警 像这个最后一艘 这个是2103号 那 他是直接出现在金门的南方 也是廖罗湾的南方海域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中国看起来是 事态还在升级当中 所以我们是很担忧 那也感谢你去跟我们插播的最新资讯 好那当然 接下来这个小时来聊一点政治话题 刚刚上个小时 因为金门是每一天都在持续进行的 那我们相信每一天的节目当中 也都会为大家来审播 来关心最新的进度 那拉回来讲 其实在这个周末 还是发生蛮多政治性的事情 尤其花莲 两天的国民党立委 他们的一个战斗营也好 共识营也好 那朱立伦在昨天 他在台上有跟大家讲到了 关于到底招委 要不要让这件事情 那他昨天呢 因为我们先跟大家来简单前情提要一下 先由党团书记长洪孟凯 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明 他们都主张是当仁不让 不要蓝白和 大家各自就排自己的 蓝绿之间排招委 那当然傅昆琦有喊出来说 持开放态度 那总招跟干部的想法 也许有一点点出入 可是昨天朱立伦登高一呼 他跟大家讲了 他说 招委礼不礼让这件事情 非党团干部跟主席说了算 尊重党团决定 换句话说 董哥是不是不会和 因为现在他有两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在险落以后 蓝营还是希望说能够跟白营合 因为毕竟两个都是在野党 但是因为 最主要就是因为白营过去的缓缓乎乎 那大家也很清楚 虽然说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契机 可是将来在选举上 蓝营跟白营还是竞争者 那白营在立法院当然最主要是 以黄国昌为主 他是党团总招 大家也知道他要选 下一次两年后的新北市场 现在蓝营并没有人选出现 那变成说 如果你力量白营的话 是不是提供他更多的舞台 那当然啦 这个是比较两年后的情况 可是我们现在在立法院的 目前发生的情形来看的话 因为今天 国民党团提出了三十二项 他比较必要的 而且是比较紧迫的一些 议员希望说能够 早早的通过 最好在这个会期 能够通过越多越好 那里面包括国会自主 包括内政 包括卫福 包括国防外交 这些都很相关很具体的 其实在险前 我们节目都讨论过很多遍 那当然 因为民进党现在显然没有办法 像过去八年这样为所欲为 因为你现在碰到一个 在野阵营是勾班数的 那在野阵营勾班数的话 你最后再表决后转票 势必要跟白色力量合作啦 这是政治现实没有办法 那譬如我们在投院长的票 院长的票第一轮都没有过班数 第二轮以多数的盛险 就是韩国瑜跟蒋吉成 可是在立法院不是啦 立法院没有什么第二轮 票数多的过班数 就算赢 没有 在立法院 二轮没有办数还是不够 三轮没有过班数还是不够 那所以在立法院里面 你就变成要这样去纵横 我前几天有碰到国民党的总召 傅昆琦 我跟他讲说你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就是 国民党过去给我们记者的印象 就是你们的出席率 比较没那么涌眼 那你现在只是微微的 多了对方这样几席的话 你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 一定要找这些人 任何时间都在开会 不要动不动就不见了 不见要表决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啦 那你说 因为他们要做选民服 那民进党不要做吗 民进党尤其中南部 是他们最主要的选票的地区 他们更要做 可是他们的立委 还是在立法院 所以我说这是你重中之重 你一定要 哪一些人比较常常会不在 或怎么样的 一定要把他看得紧紧的 让他随时在立法院 我们毕竟写上立委是希望他来开会 来表决 来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法案 或者看紧人民荷包嘛 那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在多数的议题 其实是有共识的啦 简单讲 多数的议题是有共识 那这个共识当然 可以让他早早通过 就说民进党可能会有非常多的抗争 因为我们可以看这几天 他们整个党团捍卫陈建仁 在讲那个 这个猪肉的事件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那种不顾颜面 一路的替陈建仁 丢东西给他去讲 那还在旁边唱歌 完全不像一个民意代表 要监督政府 那今天 国民党碰到这情况的话 就是说过去的这情 是没有碰到的 因为早先的国亲联盟 那时候毕竟大家细数同盟 很多问题其实 不管两岸政策 或者国家的内政 大家的都蛮相符的 那这一次民众党有很多事情 其实跟国民党他不一定相符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 我们先把 大家都共同认定的 求同存异 先把同的先把它通过 那通过以后大家有貌气结束 你看我们通过这个法案 那老百姓家贫如勇 民调都很 对我们两个党都很肯定 你才有后细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当然 在立法院的政治则冲 这个其实是一门邪问 那我觉得说现在蓝白盒 最简单的就是 国民党自己内部先有个共识 这共识就是说 你可以先由党编辑 问大家的意见 看哪一边是多数 不一定要采取表决的方式 就你觉得跟民众党要怎么合 是不是我们先离浪他 召集人 那离浪的话 离浪的话简单讲 民众党就有更多的舞台 这是一个政治现实 那他如果有更多政治来召 召集委员可以怎么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 立法院有八个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有两个召集人 所以总共有16个 那以现在的结构 如果每个委员会 真的要去投票的话 大概然例 各有一席召集委员 民众党一席都不会有 因为民众党有八个委员 他分散在八个委员会 他等于说每个委员会 只有一席 他根本不 国民党如果不投给他 他根本不可能当选 他只有自己一票 那如果国民党都投给自己 当然国民党 会获得八席召集委 民进党也会获得八席召集 那召集委可以干嘛呢 召集委可以排法案 这个排法案的邪问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行政院提出的案子 或者个别立法委员提出的案子 那你要在这里哪一个案子先审查 那就关系就很大了 如果你的案子我故意不跟你排最前面 你开到立法案这个会期结束 根本都没有讨论到 那你提案没有用啊 民众党现在最怕的就是他提案没有用 你提案我不跟你排进去前面 优先法案 你根本就不会讨论到 所以你再强再说多少话都没有用 因为就是不会够 甚至你连联署的人都不够 那在立法院一个法案你提出来的时候 至少要有15个人联署啊 民众党只有八席 他如果不靠其他党的人帮他联署 他连够都别想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今天看到这种情况的话 国民党自己内部 傅昆琦 洪孟凯先去做调查 我们要不要跟蓝白和 你再来统计说 多数的人是希望要和 或者多数的人不希望要和 那如果这个确定的话 你就以你的方向自己走自己的路 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现在对国民党 还是有很多坏话在讲 包括今天的陈佩吉 他替柯文哲加油 还要再提到蓝白和 对啊他发文还在提到蓝白和 还在说哇 你柯文哲做的就是对的 不要跟国民党和 那你 对不对 你们的党主席夫人 仰着柯文哲的意思 天天在喊不要和 那我们一直礼浪 礼浪到最后 他吃肝抹镜 他不会感谢你 因为过去民众党也一直是这样 过去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他也是吃肝抹镜啊 他在 对不对 他在那个施议会也没什么席次啊 他席次根本不到五分之一啊 那 蓝力 很多事情都让他 都给他过 那他认为就是他的功劳啊 那我觉得说 你今天要合作的对象 要看他的诚意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 尤其民众党的 一个心态 他们 知恩不会感恩 而且他还会骂你啊 那自己做错的事情 包括 险前的蓝白河 柯文哲要不要跟侯友宜那个 你现在还哪来收嘴 险后黄珊珊还哪来讲说 国民党要我们让百分之六 哪来百分之六 自己每天去 安慰你们自己那些小草 那不讲真话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一直礼浪 两头真滚啦 最后变成 国民党被民众党牵着鼻子抖 八席牵着 五十四席的鼻子抖 那你国民党最后的主体性 反而是没有 只为了你想成就说 我们再也要过半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进退失忌 其实我那天也有跟护坤奇讲 我说这个是很重要 你要不要认为说 我跟柯文哲交情多好 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很多主张不会马上 马上让柯文哲有意见 后来调整说 我们必须怎么做 而是黄口汤马上就会解决 因为立法院讲究这样的速战速决 而且是党团自主嘛 所以这个其实内部的共识 国民党内部的共识 或者多数的共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左教授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江启臣他也有讲到 这个共识营一定是充满火花 这个没问题 因为事前我们也看到 也许有一些意见不太一样的 可是本来就要透过共识营 或是透过沟通 就可以来寻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案 那所以江启臣他也说 相信能够达成花莲共识 柯建民倒是讲得很明白 就是说 他认为赵伟应该还是蓝绿都各巴西 因为第一个他讲得很死的 就是绿白是不会合作的 那再来蓝的话 他认为就是看白也要看蓝的脸色 但根据他评估 他认为白蓝在这一波 应该也不会合作 其实就延续在董哥刚才所讲的 我认为在思考到赵伟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看双方在议题上 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看法 如果双方可以在议题上 有一些共同的看法 当然赵伟的这个安排上 也可以往这个合作的方向去思考 所以前提还是两个 我觉得目前现在这个党中央是说 国民党中央是说要看这个党团大会 我认为这是对的 基本上来讲不能一个人或两个人说了算 应该是整个党团 大家跟大家讨论出来说 到底整个大家的策略是怎么样 否则的话你自己自乱阵脚 反而到时候会让这个对手看破手脚 而且会让选民很失望 所以第一个蓝军展现的这种团结的气势 是非常重要的 在很多事情上 在议题上 重要的议题上 能够展现集体作战的这种意志 我觉得那个才会感动选民 第二个其实 我认为在有这个共识的情况下 赵伟的合作不是不能谈 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党跟国民党 能够就个别能够就一些领域的 一些重大的议题 大家有一个共识 那么这个时候 赵伟的这个安排 我觉得也是可以讨论的 像这几天赵超康也提出来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在赵伟上 要礼让一席跟两席 我觉得不是礼让这个概念的问题 而是说是不是因为赵伟的安排 可以让国民党跟民众党有共识的法案 特别是国民党很重视的法案 能够优先的去通过 我觉得这样才有它合作的意义在 而不纯粹只是一个累积善意的过程 因为如果累积 如果所有如果赵伟的安排 只是在于所谓的累积善意的话 那我觉得你会受限于民众党 个别政治人物的一个喜好 那其实你也无法去成就一个更大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到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合作的时候 不能只看所谓民众党的政治人物怎么想 我们要看的是民众党的支持者怎么想 你要争取的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就好像民众党能够今天做大 也是它很大程度去争取了相当 相当数量相当比例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你看去年的今年的这个1月的大选 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民众党拿到了将近有 大概有将近百万左右的国民党的这个选票 就原来支持国民党的选票 大概有百万上下是流向了柯文哲 所以说这个其实同样的道理 未来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在蓝白河 或者是整个在野阵营能够掌握主导权 主动权 关键还是在于你如何争取民众党的支持者 特别是这些过去是国民党支持者 但现在投向民众党 那我认为这里头其实就是一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提出的理念 提出的议程是非常亮眼的 是非常有号召力的 第二个就是你有一个明快的决策风格 而不是呢就是 而且这个决策是能够得到整个党团的支持 能够得到党的这些从政同志的支持 那么才会让选民让你的支持者看到 说国民党是一个可信赖的力量 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2008年到2016年那8年 那个时候国民党都在国会有过半数 但是为什么选民会在2016年 不再支持国民党在国会有过半数呢 也有不少兰军的选民是说 那我都把国会的多数给了你 你是不是一样的一筹莫展呢 那民进党一两个立委就可以杯葛你 就可以挡住整个立法的议程 那我为什么要投国民党 我觉得2008年到2016年的教训 大家要真的是要前车之鉴 就你要让你的选民感觉到说 你投我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 所以第一个国民党的团结 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国民党立法委员之间的团结 是所有一切的根本 第二个你能够灵活的布局 你能够有清楚的主张 你的主张能够有号召力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让选民觉得 投你是有价值的 这一票投的值得我 下次还要再投你 所以我想应该是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快点够下单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